第二百三十九集 这一次竟然来了两人 他斩杀了其中一人 也就是说外面还有一人 不好 父母极有可能有危险 一阵狂风 瞬间向着幽魂监狱的出入口 席卷而去 与此同时 叶天正和江佩荣 已经来到了出口 江佩荣手里紧握着叶晨 给他的那道符文 女人的直觉很强烈 他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种强烈的预感 更是来自他体内的血脉 他的血脉和天赋觉醒 当时几乎震惊了 整个华夏的舞蹈界 必然不凡 可惜他对修炼没有丝毫的兴趣 等于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修为 唯一的价值便是延续着血脉 不然他父亲在知道 他和叶天正结婚 更是怀孕的消息后 也不会如此勃然大怒 在华夏舞蹈界 血脉和灵根 对舞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如果好好利用 可以让华夏的家族经久不率 他大哥就是如此 因为血脉和灵脉卓绝 直接被昆仑须的一位强者 带入宗门 虽然多年未见 但是实力绝对恐怖 有这么一位昆仑须的强者存在 江家几乎坐稳了京城顶级家族的宝座 就在叶天正和江佩戎冲出去的刹那 久违的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江佩戎第一时间发现这里是所学校 但是他们还来不及庆幸 脚步就停下了 身躯几乎僵硬 眼眸犯着惊恐和诧异 因为他们发现 不远处站着一个老者 直接阻断了他们的去路 老者和刚才的幽魂监狱的那位 很是神似 应该是兄弟 就连脖子上的纹身也一模一样 怎么是你们出来了 曾天雄呢 那个老者饶有趣味的 看着面前的江佩戎和叶天正 老者叫曾天奇 是进入幽魂监狱那位老者的弟弟 两人在昆仑须被称为曾煞二绝 还算有些威名 杀人无数 手段极其残忍 关键 他们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 无人敢惹 江佩戎瞬间反应过来 刚想说话 曾天奇脸色一变 因为他发现 他和他哥哥的联系被掐断了 不光如此 他的眼眸更闪过了一道 刚才曾天雄死去的画面 该死 他顾不上一切 五指成爪 直接向着叶天正扣去 看来你们两人应该和那小子是一伙的 既然如此 给我陨落于此 江佩戎不再犹豫 美眸产生了一丝杀机 天正 我来帮你 一滴精血直接从他的指尖射出 点在那道符纸之上 光芒闪烁 符纸燃烧了起来 火焰之中 竟然冲出了一头巨狼虚影 巨狼短时间缠住了对方 江佩戎连忙抓住叶天正的手 向着另一个方向掠去 快走 他能感觉到自己丈夫脸上的疼痛之色 只因为他丈夫断了一只脚 只能靠甲肢奔跑 这种疼痛感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天正 你要撑住 江佩戎认真道 佩戎 如果不行了 你就先走 尘儿需要你 别废话 我们两夫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不会有事的 两人速度越来越快 十几秒之后 身后的曾天琪也成功摆脱了那头巨狼虚影 额头满是虚寒 看着远去的两道身影 他冷笑一声 脚下真气凝聚 眨眼之间就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想跑 区区两个蝼蚁跑得掉吗 下一秒 曾天琪手中更是出现了一柄寒剑 毫不犹豫地向着两人斩去 这一剑带着他冰冷的愤怒 就在剑意要落下的刹那 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曾老 倒下留情 我需要一人活着 曾天琪的剑就这样悬在半空之中 强大的剑锋将江佩荣的一丝青丝斩断 让江佩荣和叶天正意外的是 黑暗中的那个男人 他们竟然认识 正是云湖山庄想要杀了他们的京城龙爷 林爵龙 只不过林爵龙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不知道是不是修炼的原因 曾天琪看到林爵龙眉头一皱 你又是谁 我凭什么听你的 林爵龙笑了笑 扯开黑色衬衫的一个钮扣 他的胸口有着一道纹身 纹身竟然是一扇红色大门 大门之上刻着古老的梵门 和他脖子上的一模一样 就好像这是某种组织的代号一般 曾天琪脸色缓和了几分 简是自己人便放下手中的剑问道 你要谁 有什么用 林爵龙笑了笑 我要那个男人 他身上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本来还惋惜 当年没问出结果 他就死了 现在看来是老天不想让他死 当年 云湖山庄断了他一条腿 似乎还不够 不过这一次 我不会让他这么容易死了 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曾天琪毛子一缩 手臂一震 气浪翻滚 叶天正直接昏了过去 天正 江佩戎拼命地挣扎 但是威压却覆盖开来 他动弹不得 你们放开他 否则 我保证你们会后悔 江佩戎冰冷的声音响起 林爵龙笑了笑 对黑暗中道了一句 把人带走 黑暗中 瞬间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扛着昏迷的叶天正 向着黑暗中而去 林爵龙 你如敢动我丈夫一下 我和尘儿会让你不得好死 我会让江家出面 我会求我昆仑戌的大哥出手 江佩戎一字一句道 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的愤怒 更是冰冷的威胁 林爵龙仿佛对江佩戎的威胁 没有一点害怕 依旧向着黑暗中而去 毕竟他相信自己的实力 对战起来 肯定赢得没有任何悬念 林爵龙 你会死得很惨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愚蠢的事情 江佩戎嘶吼道 这是一个妻子的愤怒 他们一家好不容易团聚 谁能想到 半路竟然杀出了个林爵龙 林爵龙走了几步 突然想到了什么 停了下来淡淡道 江佩戎 你的威胁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价值 请你搞清楚 你已经被江家驱逐了 江家不可能再帮一个废人 至于你的儿子 就算没有死 那又如何 他当年在我眼里是一个废物 现在也是 江家虽然是京城的顶级家族 但是你别忘了 我林家从某种程度上强过江家数倍 不然 当年我在云湖山庄灭了你们 江家怎么会无动于衷 不是他们不知道 而是他们没有资格动 你大哥 古人在昆仑须 但是你不知道 我也从昆仑须而来 要不了多久 整个华夏武道界都会被我林家掌控 我林爵龙会成为王 还有 叶天正对我很重要 他不会死 如果他愿意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便将他送回 否则 你们一家就去阴曹地府相聚吧 说完 林爵龙便没入了黑暗中 消失之前 林爵龙冰冷的话语从黑暗中传来 曾老 这个女人没有利用价值 你杀了便是 曾天奇看了一眼黑暗处 随后 视线便落在江佩戎的身上 冷笑一声 原来 你就是华夏武道界的 那惊天丑闻的主角 江佩戎 当年 江佩戎被逐出江家 事情太大了 大到连曾天奇都知道几分 江佩戎本是天之娇女 真正的天选之人 不管是古武 还是修炼 只要踏入几分 成就绝对不低 但是江佩戎却因为自己的任性 硬生生地将一副好牌打得稀烂 那件事不光震动了华夏武道界 甚至连往来昆仑须和华夏的修炼者 都略有耳闻 江佩戎 江佩戎美眸恶狠狠地看向曾天奇 冷声道 我不管你是谁 但是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曾天奇冷哼一声 一个死人也敢狂语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我会把你的头颅亲自送给江家 下一秒 曾天奇手中的剑 便毫不犹豫地向着江佩戎白皙的脖子而去 眼看就要落下 一道身影急速掠来 正是叶辰 叶辰从幽魂监狱冲出来的刹那 便注意到曾天奇要对母亲动手 他的心中勃然大怒 手中射出了一道灵镖 不光如此 斩龙剑也是同时射了出去 两道高速运转的寒光滑破天际 仿佛撕裂黑夜 两股力量直接撞击在了曾天奇的长剑之上 长剑被击飞在高空一转 最后插在了地上 曾天奇手臂感受到强大的反阵之力 他自然注意到了夜晨的出现 眸子微微一缩 他可是知道 这小子杀了他的兄弟曾天雄 关键 曾天雄的实力还要强于他 如果他和这小子战斗 就算不死 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纵然心中愤怒 但是权衡之后 他还是决定离开 想报仇得另找机会 至少先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再犹豫 他周身涌动着滚滚黑雾 向着黑暗中掠去 想走 没门 剑来 斩龙剑飞到了夜晨的手心 此刻的夜晨眼眸赤红 手臂倾筋爆起 他吞服下大量的丹药 丹田生出道道真气 给我留下 一声长啸 周身真气灌入到斩龙剑当中 他看着剑身弥漫着光芒 感受着常见震荡 眼神疯狂